屁一怪 今天一登陆蛋仔岛 到我身的蛋仔 头顶怎么都带着手术啊 仔细一看 连我头顶上也有 糟了糟了 这不会是什么死亡斗计时吧 过来 蛋贩子头顶的数字怎么在下滑 听一下蛋贩子 你别过来 完了完了 蛋贩子又嘎了 不是啊 蛋贩子 你怎么没嘎呢 你是不是嘴歉啊 啊 早上的一见面就想让我嘎是吧 不是吧 难道说数字不是死亡斗计时 仔细观察了一下 大家头顶基本都是两位数 哎 等等 这会头顶怎么是100啊 没记错的话 他好像是我们班的学霸呀 家乡蛋贩子头顶数字 一开始是20 难道说 哎 蛋贩子 我问你 你上次考试考了多少分 哼哼 我可是我们蛋贩子家族最聪明的 上次考试考了整整20分了 啊 哎 这 请问你们家族的满分是 当然是100分啊 哼家伙 我对你们家族里全都是弱智啊 兄弟们 我基本可以确定了 这头顶数字就是下次考试的成绩 好家伙 蛋贩子 提前恭喜你 下回考试要考咸鸭蛋了 哼哼 我走了啊 拜拜 哎 不是你先别走啊 什么叫考咸鸭蛋 把话说清楚啊 哈哈哈哈 兄弟们 我现在头顶是65分 这才勉强及格啊 不知道其他朋友会是多少分呢 打个电话 把他们喊过来问问 上来 哎呦 哇靠 我在家复习呢 你就是会把我喊过来干嘛 我的妈 居然是95分 小子 你这分压根不用担心了 等这时间 不如给我补补课好吧 我也不要多了啊 给我补到能考80就行 有哈 难道你想跟我一起复习 既然如此 那就跟我一起去自行试吧 嘿嘿 头顶这数字太方便了 等达到80分 我就可以情心所欲的玩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对啊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 答案是3 不是5 你这也太笨了吧 小子 你教题就不能温柔点嘛 我班主任都可耐心了 从来不会骂我的 小废话 你要是学不坏了 我直接揍你行不行 这学了一上午 分数没提升就算了 小儿还降到了60 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我得找个借口溜走 那啥小子 我尿急啊 我先去上个厕所 拜拜啦 快走快走 哎 到底该怎么提高分数呢 呦 呀 这不是辉哥嘛 快考试了 你怎么还在这玩呢 嗨 劳逸结合嘛 我早就复习完了 下课考试保证能考高分 哎呀 辉哥 不是我说啊 你要是再不复习 可能会不及格啊 我还说你 你可别咒我呀 是真的 我能看到蛋在头上的数字 数字代表的就是下次考树的分数 我刚刚看了 你的数字是五十几 完了 真的考不及格啊 传出去啊 不得让北部队的兄弟们笑死我 我来兄弟 你可要帮帮我啊 这样吧 辉哥 咱俩一起复习 效果绝对能事半功倍 嗯嗯 咱们 好家伙啊 这是一场大汗淋淋的复习啊 不错啊 我这辈子学的 都不如今天读啊 挂开兄弟 快看一下咱们头顶的数字怎么样了 OK 我看看啊 我给你是 五十八 你管得六十 你也买到五十八 不是啊 喝到复习完 喝到复习完 不是反而更低了呀 那是当然了 你俩成金 本来就半天八秒 就算一起复习 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的好吧 那你们好好加油吧 我先走了 诶 等一下小子啊 祝你帮帮我们啊 真是啊 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可不想不及格啊